澳大利亚工党在21号举行的联邦议会选举中胜选 党首阿尔巴尼赛将于今天宣誓就任澳大利亚总理 以便他能在24号前往日本东京出席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峰会 对于莫里森领导的执政联盟为何败选 分选是指出这或与莫里森政府气候政策未获民众认可 在一些民生问题上表现不佳有关 自由党和国家党执政联盟自2013年以来连续三次赢得议会选举 但在此次议会选举中失利 自由党参议员西蒙·伯明汉对此指出 执政联盟在气候问题上丢失了传统上中心地带的选区 是一大败因 澳政府此前制定了到2030年将碳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 减少26%至28%的政策 但阿尔巴内塞领导的工党在减排问题上更具雄心 计划使该国到203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43% 选民倾向于支持减排目标更高的工党 莫里森政府多次在民生问题上表现失当 不可避免地造成选票流失 在2019年至2020年被称为黑色夏季的灵火机期间 莫里森未能及时指导救灾工作引发民众不满 新冠疫情期间 疫苗和快速抗原检测试剂盒在澳出现供应不足 莫里森对此回应说 这种情况并非澳独有 不少民众认为他的这一表态是在推卸责任 今年第一季度 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遭遇洪灾 政府救灾工作缓慢 再次令选民失望 当地媒体指出 在反腐败政府诚信等问题上 莫里森政府也令人失望 2021年澳大利亚单方面撕毁与法国的常规潜艇交易 转而与美英签署合作协议 以至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怒斥莫里森是个骗子 英国《卫报》评论称 莫里森缺乏诚信或责任感 是一个没有政治遗产 也没有未来议程的人 这一点非常明显 感谢观看